共养 不在乎形式 不在乎金钱 也不在乎佛经里面讲的 床翻宝干 切宝共聚 那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 普贤菩萨在这个经 最后给我们做结论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大千世界切宝共养 都比不上法共养 法共养里面地居 普贤菩萨告诉我们 如教修行 供养 这句话怎么说呢 佛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老老实实 医者去做 佛教给我们不能做 我们决定遵守 不要犯过 这就叫 如教修行供养 那我们自己反省反省 佛在经上教我们要做的 我们没有做到 佛在经上说 不可以做的 我们偏偏在做 佛跟魔的差别就在此地 不能够 不能够依教风行 作为其他的供养 功德都不足 就是修法供养 修法供养很多方法 里头最重要的是 依教风行供养 那个功德最大 其他的都不大 我们运送佛经 传播佛法 甚至于做一个电视台 对全世界部 这功德很大了 没错 不如依教修行供养 为什么呢 依教修行供养 尼南瓦森 他做这么大的功德 如果是名利性很重 夹杂着名利性在里面 还夹杂有贪嗔吃饭在里面 他最殊胜的国报 是身体 要不然来身到人道 如果业当生动的人 他又到三五道去 佛经菩萨在此地 教给我们 法供养当中 第一句就是 儒教修行供养 而文殊菩萨说 儒说修行 儒行而说 这就是说明 结跟行是相符相成 我们的境界 为什么不能够天天向上提升呢 原因就是我们行不得力了 所以那个结就遇到障碍 不能够与人解 会修行的人 他结一分 他一定就做到一分 他真正做到 真正做到之后 又有新的误出 行能够放不进 这有新的误出 他的行能又提升一层 借行相符相成 那个意境天天不一样 年年不一样 这个学佛里面充满了发喜 如果不会修的 或者是一昧求解 做不到 刚才说了 他的结不远 不但不远 有的时候 他结会结错了 误解了 去解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 以妄想分别执着 用妄想分别执着 来看经文 要说是不错解 那太难得太难了 很多把经文做成 过来都是不能够容教就行 故事都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明了 学佛菩萨 佛菩萨是为一切众生 生活在世界 不为自己 我吃饭为众生 穿衣也为众生 没有一样 不是为众生 怎么说穿衣吃饭为众生 穿衣吃饭 身是为众生服务的工具 先要把工具保养好 这个工具是沉思一切众生 绝对没有一念为自己 念念为众生 行行为众生 那就是 寻礼供养祝福 诸位听到供养 那些钱财 香花 床帆 宝盖 带些礼物去供养 错了 这是行事 不是实质 实质的供养 普贤菩萨跟我们讲得很明白 儒教修行供养 所以你懂得 儒教修行这句话 你才能真正做到周边供养 供养一切祝福 供养一切众生 众生就是祝福 祝福如来 天天盼望着我们 成佛 我们一教修行成就 满他的愿 这个是祝福欢喜 真正的佛弟子 所以是祝福呼念 隆天善神保佑 怎么会与众生有关系呢 你做了佛 做了菩萨 一定是普度众生 你没有成佛 没有成菩萨 自己度自己 都度不了 当然不能度众生 你要是做了佛 做了菩萨 一定跟阿弥陀佛 跟观音师之一样 普度一切都好 可见得 儒教修行供养 是上功诸佛了 下世众生 每一条意思 都是这样的圆满 都是这样的究竟 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 你就会肯定相信了 才供养 确确实实比不上法供养 正如今上所说的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当怎样去修学 自己就明白了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是真正供养 恒杀神 这个是儒教修行供养 我们学习一切的享受 学习一切的富贵 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念佛上 都用在读经上 也是拜众生 消灾 明暗 这个道理 我们在讲习上面 讲了很多遍了 这是真正自立立他的行为 反复不认识 祝福如来赞叹 龙天善神看到你 恭敬呼耻 阿弥陀佛